请收看维新世界 世界和平推手 功德榜 所以亲人善灵的原略 的的确确有启发今后世界新思想的潜力 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去教育 不断的再去弘扬这个所谓善知识 包括像我们婚姻员法师 就不断的在这边鼓吹 还有我们在座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里边 其实大家都本着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个社会每一个人就慢慢慢慢 受到心里的陶冶 然后慢慢推到这个家庭 到社会 到这个国家 台湾当然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我觉得这个是我从这个教育来看 那是刚刚给各位谈了 这儒家的大同思想 其实我想当他教育的思想 也许因为我们学教育 过去都会或多或少在接触 那刚刚我前面讲了 儒家的思想 以人性为本位 以仁爱为中心 那么以建立这个安定的社会 统一的国家 竟有能够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 所以他慢慢就是由近而远 由近而远 一步一步循序渐进 那我从这里边 我们来看看 那儒家教育的基本精神是什么 他每一个教育 每一个这个 大概都基本 就是发扬人性 要完成人格 发扬人性 完成人格 我这里边大概就要 引用那个中庸 中庸的那个首章 他说天命之位性 率性之位道 修道之位教 所以那个教 儒家所谓的教 是指要教人 发扬善良的本性 所以那个教育 发扬善良的这个本性 跟我们今天的教育的 这个主要好像不太一样 所以为什么今天教育 大家都批评很多 既没有道德教育 所以我们说 也有人讲说 我们那个九年一贯 包括还有 也在批评那个教改 就当时83年 这个李远哲 他都是缺德的教 缺德 没有道德 没有道德理理观念 在这个知识上灌输 所以难怪现在社会会乱 的一个原因 另外你看大学 大学的首章里面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心明 在子于至善 所以你看那个明明德 什么叫明明德 就是要你要负性 本性的这个功夫 教人恢复本来的善性 本来的善性 所以孟子讲 善性有四端 这个慈障这些等等 如果你没有 你可以看 那这个社会里面 如果说大家的仇恨 那不是更制造对立冲突吗 怎么会有和谐 会有和平 不可能 所以那个善性怎么发 但是要怎么去找 要去发挥 那个负性的功夫 那那个亲明 所谓那个心明 就是化人的功夫 要化人 要教化 所以一面要负 负己之性 负自己的善性 那另一方面要什么 要帮助人去恢复善性 所以那就必须要什么 就是说你己欲利 而利人的功夫 所以那个子于至善 它是什么 在尽性 是尽性 所以其实你看那个如是想 它一步一步的 循序渐渐的在发 那就是天赋的善性 充分发挥 所以教育的作用 教育的作用 就在帮助人要做到什么 要做什么 负性 恢复你的善性 什么尽性 尽性 那就使那个天赋的善性 更能够充分发挥 那就能够使这个 我们每一个人就发扬人性 完成人格 所以这个是儒家的 那个基本精神 但是人性的发扬 跟人格的完成 不但是修身的条件 不但是修身的条件 也是在实现理想政治 和大同世界的一个基础 所以如果你不从这边开始 你要讲说 世界什么这个不可能 世界要和平 不太可能做到 所以要从修身 所以你再看看中庸里面 他说为正在人 有一句话 取人以身 修身以道 修道以人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要实现理想的政治 那当然很重要的 就是要教育那个理想的人格 怎么培养学生的人格 所以我再引述一下 也许大家都很清楚了 不过我再讲 他说那个大学 你看那边就提到 古之欲明明得以天下者 要先治其国 但是你要欲治其国者 要先其其家 欲其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成其义 欲成其义怎么 要先治其之 所谓治之在格物格而后知治 知之而后欲成 欲成后心正 心正而后生修 生修而后加起 那加起而后才能够治国 治国而后才能够平天下 所以他说从古代 天子以治一树 一事皆以修身 鬼板 所以如果生不修 你家无法齐 国也无法治 所以这个道理 各位可以看 他还是有步骤 是一步一步 寻习建议 所以从这个来看 儒家的这个教育的目的 始于修身 然后要使每一个人 都成为不为人的君子 不违背那个人 仁爱的精神 这样的一个君子 那其实我们说儒家的君子 其实我们理想中的这个人 我想这种人 就是要有理性 有知识 还要有品德 所以现在好像只有有知识 又缺少理性 又缺少品德 你说这个社会 当然就乱了 那你知道古代希腊哲学家 我一道觉得 你要像苏格拉底 他说知识就是道德 把知识变成道德 你今天这边 当然你知识 越高的人 现在好像作恶的能力 这个越高 我那是不对的 所以当然了 我们从这里边 就说这样的君子 他就能够抑制来支配行为 以他的道德 来控制他的行为 你才能够根据知识的判断 而选择行为 而不是以个人的行为 还有多数的行为 去相参照的话 你进而才能够建立什么 这个好的行为 所以这种人 他能够天地合其德 以照话合其用 才能够为什么 为天地去立心 为生命去立命 为往胜之季节学 为万世去开太平 所以这是我们最高的 理想中的人 也就是完人 当然不太好找 这样的一个完人 当然是不太可能 不过还是要去努力 都从修身 所以归归归到 这个核心来 还是修身的重要 所以这个儒家要使人 成为人 以至于要成为一个理想的人 所以教育的目的 那当然就要发展人性 要培养人格 以改善人生 所以这个目标 我想我们今天 这个婚言师傅跟各位 都是要去努力的 所以除了本身修完 我们还要去教化 要化人 要去教化社会大众 那才有人共同去完成 这样的一个神圣的 这样的一个事业 所以如果我们人人 都能够有如此完美的人格 人人都能够充分 发挥他善良的本性 当然你看 这个就可以在自我平均下 造成一个比较安定 繁荣 自由和平的社会 富强康乐的国家 还有四海一家的大同世界 所以这个理想 那我们要怎么去实现 要怎么去实现这个理想 怎么去培育这个理想的人格 来实现这个大同世界 所以我们下面 大概就从教育的这个面 从儒家看 一个从教育的内容 那你总要有教育的内容 所以刚刚前面讲的 儒家教育的目的 就是要培养具备完美人格的君子 所以教育的内容 当然就不只偏于治愈 那还有其他 对不对 包括德行道义都要 所以现在为什么 但他批评 我们的学校只有知识教育 只有知识教育 其他好像没有 就没有去把它做到 所以如果根据周礼里边 他说大师徒 当时也等于教育部长 他以香山芋去教外民 我们今天讲的五欲并重 其实当时六欲里面 叫礼乐色欲输书 这里面过去就谈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常常讲说 德智体群美 这五欲 这五欲要去并重 不只是治愈 得到的品格的教育 重要是重要 还有体能 因为你没有健康的身体 大概 你在有伟大的工作 伟大的事业大概就不能完成 要美 这个群 跟人家合作等等 所以这些也都是今天我们需要 需要去关心的 需要去关切的 那么简单讲 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教育 就是才能够培养一个什么 身心平衡 手脑并用 才能够智德兼修 文武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健全的国民 所以这样的人格 能够获得均衡的和谐发展 我们才能够什么 特己 代人 推己 吉人 互相体谅 才能够和别人共同生活 和平共处 这是儒家的教育内容 简单讲 大概就是从这个五欲 这个所谓德智体群美 我们已经讲了好几十年了 可是到今天里面 还是只有这个治愈挂帅 我们觉得有相当相当的遗憾 当然我们必须要再去富裕 那至于教育的方法 教育的方法 这个当然因为你要去发扬人性 要完成人格 所以教育的方法这里面 要自动自发 当然你这个学生 你这个人 这个来以后 要激励发 激发他 这个自动自发 这个来学习 那么才有可能 所以你要尽得修业 当然靠外力 有啊我们说他力 先规范 最后的那个机会 还要你自己来约束自己 自己然后慢慢去 这个去发扬 这里边 所以儒家强调尽得修业 要靠 全靠什么 自己自动自发 才能够使他自己发展 人格 发挥 人爱的本性 这个是自动自发 那第二个很重要 注重人格的感化 人格的感化 所以说今天 在我们的学校教育里面 恐怕这个是相当缺乏 这个好像师道也不太纯 这个里面 这个的确的确需要 所以这里面 他提到说 唯学之道 重在什么 人格的完成 教育的方法 注重在人格的感化 所以其实老师 他叫以身教 我父母 我们讲叫身教 重以言教 你知道言者尊尊 听者渺渺 所以要怎么样 让他能够去感化众人 那归于善 所以这个部分 我想大家也很清楚了 我就不去多说了 所以在里面 只是他强调说 其实孔子 他特别注重着 以身作者 强调身教 重以言教 他有一句话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如果不正 虽令不宠 所以很重要 你在上位的人 你要是以身作者 所以做父母了 你上梁 不正当下梁歪 所以不能够正其身 如何正人 你自己都没办法 怎么去正人 所以孔子对于弟子 很重要 孔子的弟子对他 其实认为孔子 他人格崇高伟大之处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刚刚杨院长 我们傅元老师就说 这个教师姐 这个已经快到了 所以我们也在呼吁 这个老师 要怎么样能够 这个师道 能够建立起来 其实也要靠社会 大家对老师的尊重 他才能够激励他 怎么样用他的这个身教 去影响他的学生 所以这里边的的确确是值得 我们今天在谈这个 值得是我们去深思 然后第三个就叫注重适应个性 适应个性 所以你看最近这个孙兰林国教 要强调说这样子要适应教育 那孔子在2500多年前 就已经想要注重个性 你看他对每一个学生的 这个回答问题都不一样 就因才失教 所以这里边 如果老师能够循循善诱 学生就能够自强不喜 所以教师所要做的事情 就在于什么 你要去了解 体察学生的个性 然后给他适当的指导 启发他的思想 那么给予他的方向 而他的人格就慢慢可以发展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 反正来上课就是这个课本 拿出来念一念就没有 就好像就结束了 不是这么简单嘛 对不对 我想教育这里边 恐怕那个精神不是说 刚刚讲那个知识教育很简单 你不教 他自己回去看看都可以懂 重要的就在那个身教 就在那个身教 所以我们从孔子 他自己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所言所行 真的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 这个楷蒙 所以叫做自圣先师 就在这 整个是我们老师的一个典范 所以我想这里边 那么的的确确的 儒家的教育的方法 就是我刚刚讲 注重什么 因才师教 要寻寻善诱 那么以音势力导 所以这个就是用启发 跟诱导的方法 最能够引起 学生自动自发的这个学习 所以这个是一个 第四个这里边一定要重视学生的兴趣 所以孔子讲到你知者不如好知者 好知者不如乐知者 所以讲学而实习自不亦悦夫 所以孔子他能够什么 能够发愤忘食 乐与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 所以从这里边 他觉得有兴趣 他就会投入这个精神 投入他的这个心力 所以在这个部分 他怎么样去诱导 怎么样去培养 引发学生的兴趣 所以跟各位报告 最近这个在世大做了一个 全台湾地区的大学生的 这个调查研究报告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大学生没有学习的兴趣 没有学习的动机 所以他当然就不会认真去学习 特别是刚刚讲 那个中后段班的那个大学里边 学生大体上大部分都如此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危机 所以我们现在鼓励说 你大学老师怎么样 引发学生的兴趣 学习的兴趣 引发他的这个学习的动机 因为有兴趣有动机 他就会自动自发 老师你不要管 我们就会去努力 这样的道理 所以那当然要给学生 有个目标 有一个方向也很重要 他自己有目标 有没有方向 如果老师给他 做一些善良的建议 他就会去努力了 所以刚刚杨院长讲说 其实我们都说 那个国家考试 那个假冷特考 那是后来的事 我进大学 大一就开始立定 一个目标 这个志向 五十四年内 你一定要高考 高等考试的 这个行政人员的 这个及格 你有这样的目标 其实老师上课 因为你考那个要论述题 大概要考九个科目 有些都没有教过 都还没教 那反正白子写的黑字 自己读 自己用功 一年不成功 两年就成功了 就考上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难 所以重点就是 怎么样让他 有这样一个动机 而且能够自动自发 他就会日以继业 你不要逼他 他就会准备 结果目标就达成了 就达成了 所以我常常现在鼓励学生说 你自己目标方向 把它弄清楚 你进大学以后 不只是要混一张文凭 你究竟你要 达成什么目标 你未来 你想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如果有 就很容易了 所以我最后的 那个结语里边 其实就把前面所讲的 这些做一些归纳 那儒家的思想 大家已经很清楚 以人性为本位 以仁爱为中心 教育的理想 就在发扬人性 完成人格 建立那个人质 然后才能够促进世界大同 所以在教育的内容上面 要注重德智体群美 这样的一个平衡的发展 教育的方法 注重学生的自动自发 教室的人格感召 这样的一种教育的基本精神 才可以实施 天下一家教育的基础 所以讲到天下一家 如果这个就能够被大家所肯定 或者天下一家的教育 就能实践 当然你说天下一家叫什么 就一方面要培养什么 独善其身的良好国民 每一个人都能够独善其身 你才能奸善天下 所以要另外一方面 就培养奸善天下的世界公民 所以当然从前年 教育部不是第八次的全国教育会议 里面有一个很多 很重要的什么 要培养我们世界公民的素养 台湾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然孔子的教育的思想 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所以儒家的人文思想 就强调人人本着 要视人如己 把人家看得跟自己一样 视人如己 这样的一种胸襟 还有推己及人 爱其所同 我们能够尽其所欲的精神 很重要 当然现在是多元社会 各有不同的说法 我们爱其所同 然后尽其所欲 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你也不去博他 我们也尊敬他 也包容他 所以这样就能够 根据仁义道德的原理 爱自己的国家 爱自己的文化 然后也会尊敬 其他国家跟文化 所以我觉得是很重要 你也要尊敬人家的文化 他生活的方式 所以你看最近美国 不是为了一个 一个人就弄一个影片 这个去毁谤 那个孟晚莫德 就让起那个回教 民主的反美的情绪 所以真的是 那个文化什么 你就尊重它 或者生活方式 没有说我的文化 就比你的文化好 我的生活方式 就比你的生活方式 就尊重 就尊重 所以人与人之间 国与国之间 虽然有小义 而无伤大同的话 那么这样的世界大同 天下就和平了 就和平了 所以儒家的 这个最理想的天下 也就是今天 我们所追求的 最理想的世界 那我如果本着 这样的一个精神 这个来做的话 我相信我们这个世界 就可以获得永久的和平 也使人类 可以享受到 无穷的幸福 所以我最后 大概还是要借这个计划 特别要敬佩 我们婚洋法师 还有我们院长 还有各位法师 大家都一直要迈进 做维心 从维心的这个角度里面 关心 怎么样去追求 这个世界的和平 真的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理想 但是还是要我们持续不断的 这个去努力去推展 那才会成功 最后也祝福各位 这个幸福美满 那个身心健康 谢谢 谢谢杨校长 各位听起来 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很熟悉 而且很有共鸣 把几千年的老祖宗的东西 常常我们说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 为什么要老生常谈 因为它很重要 它很有价值 那因为很重要 很有价值 所以我们一直觉得是我们应该要持续的去发扬光大它 今天杨校长把儒家的这套很完整的理念 思想 做法 方法 我想在师父的身上好像也得到很多的印证 我个人当时是以第一志愿去添写教育系 我是很阿Q 我说学得好的话去教教别人 学不好的话 至少教教自己的小孩 应该也只会本钱 很多人常常问我说 我们的小孩子是怎么教出来的 我说我是把我所学的 我懂得的 我把它用在我的生活上 用在我的教育小孩子身上 那今天把杨校长所报告的这整个内容 我们都可以得到很多的这个印证 我在这里我要呼应 回应了杨校长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呢 事实上杨校长 吴清基吴部长 简佑勋检司长 简宴长 还有当时还有李建兴李次长 还有杨朝祥杨部长 我们都是同一个时代 在大学里头 被借调到教育部去的 一批人 刚提到呢是社会教育 我当时就因为少年犯罪的增加 所以特别请啊 当时警察大学的蔡德辉 蔡校长 当时她是犯罪研究所的所长 请他呢不是空谈 就真正的去做一个实证研究 到底我们的少年犯罪 真正的数量是多少 因为她透过警察单位 可以得到这个数字 透过呢 他们那个犯案的整个背景 个案 去综合分析 到底原因在哪里 所以我们提出来一个 六年辅导工作计划 所以刚刚呢 杨上所提到的 社教师的方案 我讯委会讯委会的专案 那时候是提出来 六年辅导工作计划 12个小组 我们结合了120位教授朋友 大家一起来努力 找方案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预算 也是85亿9600万 做了六年的这个工作 从整个问题的发掘 我们分成两类 一类就是因应性的 问题来了 犯罪事实在 如何来 因应这个问题 如何来解决问题 所以这是消极层面 要先是把它 有个所谓的停损点 第二个 我们要发展性的 预防性的 比如说 我们人在哪里 如何去教 如何去辅导 所以人才的培育 当时是高雄师范大学的 黄振古黄校长 当时是高雄师范大学的 黄振古黄校长 帮我主持这个案子 这个计划案 所以我们培养所有的人才 然后我们有12个计划 其中呢是有6个 都是所谓一个 发展性的计划 我想我们中文 现在所看起来 我们在做的 应该是都是在所谓的 从自己本身的修行 一个是所谓的修正自己的 不当的言行思维 我们要正面的修成 那我们要自己本身有很多 更多更好的修养 所以我就觉得是这个 是跟我们现在中文所做的 应该都可以完全来服应 刚刚那时杨校长设备提到 我们培养人 要有理性 我这个名词 大家都很熟悉 我愿意在这里做一点这个隐身 那所谓的理性 就我的了解 就我的解释 理性一定至少涵盖三个层次 那我也希望说我们中文 我们所有的同修贤士 大家都应该要 努力的去修为这个理性的态度 一个就是有正确而周延的认知 不要那个随便的道听途说 然后就来发为脾气 甚至说来生气来冲突 你要弄清楚周延而正确的认知 第二个要合乎逻辑的思考程序 不要那个断章取语 不要那种所谓的乱曲事实 故意要去把它扭曲 第三个更重要 基于善意的原则 基于善意的原则 发为建设性的意见或者行动 我们现在社会最缺乏这一点 我们常常只要我不同意 我就是反对 我只要是看你不顺眼 我就是不支持 所以变成的是我们都是 有的时候是意气用事 所以你如果基于善意的原则 而去发有建设性 比如我就算是对你的不满意 可是我会给你做建设性的意见 请你能够去把它做得更好 你现在在负责 包括我们同修 你在道场里头 如果觉得有什么地方 我们做得不够 你不是乱底下的鸡渣鸡渣渣 而是要有建设性的 我认为是应该怎么做 可能对我们今天是可能更有帮助 然后你也许你不是光说不练 光在旁边的事 在那边的事 这个摇旗呐喊 甚至是说一些风洋话 你就要跳进去 你要摄入其中能够去帮忙 能够基于善意的原则 表达建设性的意见 基于善意的原则 和平世界大同是一个理想 我常常举个例子 高屋球就要打那个 要追求那个洞 要把它打进去 但是各有门道 各有这所一个技巧 各有策略 像我昨天看Tiger Woods 一个球一打 风一吹呢 把它吹到边上去了 冰明明是这样打 要打到对面去 风到上头去以后 吹了吹歪掉了 一下子多打两竿了 那他也不说技术不好 也说天后不佳 曾雅尼那是本来说 一直是说 一定要改 一定要调整过来 调整过来 最后越打越差 他也在怪说 英国的风太大 所以那是说 有的时候 不是多我们如我们愿 但也许我们多走两步 也可以走得到 所以我想中门 悬的是所谓的世界和平 我们讲的是利他 所以我们可以 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共同努力 我研究社会 研究人类行为 我讲究的是人的动力 但是人的动力 还是必须借助于 大自然的动力 也是要人跟大自然 要能够结合 我们现在请的是 业务校长 他是动力机械工程的专家 他研究了很多 自然科学的东西 我们现在请业务校长 从这个能源的 这个缺乏能源的危机 这个角度 看我们用什么方式来 做开发性的突破 做永续的发展 我们请业务校长 谢谢各位 今天的主持人 杨院长 我们的宗主 魂元师傅 我们杨校长 还有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 大家早安 早安 几个月前 我接到杨院长 给我一个电话 说要来 请我来这边 做一个报告 我那时候 问一下报告题目 是什么东西 他在讲世界和平 那这个题目对我来讲是 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 所以 因为杨院长 以前是我教育部的长官 杨沙长也是我们教育部的长官 所以长官吩咐嘛 这个是 硬的头皮也要来 所以今天就准备一些资料 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如果报告的有不遭到地方 请大家提亮 那刚刚 杨校长提到 从儒家思想来去谈论世界和平 世界大同的一个问题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那现在呢 我这以一个 比较从 另外一个角度 来探讨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 比较 算是比较窄化的问题 没有像杨校长那么有学问 我这个是比较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那因为今天我准备的材料 可能稍微多一点 可能各位 可能来自不同领域 这个东西是比较 属于比较专业的东西 所以很多东西呢 我不会太深入的来去讲太多 可能只是做一个 介绍性的一个报告 因为我这边可能 没有像杨校长这样 就可以站起来 就可以这个滔滔而言 我这个必须要 这种一些投影片 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可能大家可能要 一方面看着我投影片 可能一方面来去 来听我的那个报告 为了操作投影片方便 请问我可不可以 坐下来 来操作比较方便 可不可以 谢谢 好那今天我就从这个能源问题 来去看这个讨论这个世界和平的一个问题 那我想能源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那我今天列了几个主题 大概是在这边 能源带来的危机跟冲突 这个是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 刚好相反 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发解这个冲突 能够去追求这个和平 那目前全球的新能源的浪潮是 大概是什么一个情形 那新能源的科技 在目前大概受到什么一个程度 那所以还有我们国内能源产业的发展状况 以及呢 那个怎么样开发新能源能够达到我们世界和平的目标 今天我就以这个主这几个主题呢 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那第一个我们先看看 能源是我们生活上面没有办法缺乏的一个需求 那为了争夺很多能源呢 会产生很多危机跟冲突 那以几个例子来看看 目前来讲 我们过去几年 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呢 靠金融的一个开发跟发展 那可能从几年前 华尔街这个全球 那个引起这个全球风暴问题呢 从经济的发展呢 已经严重 跟我们发展的有点落差 形成一个泡沫 那所以呢 目前要回到 从经济运转的核心呢 再度回到这个所谓技术创新的问题 那从这个经济的发展 能源的需求 怎么样来去 达成这个世界和平呢 这三者之间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问题 那不要因为呢 引起这个 因为我们来那个 争夺能源 引起一些危机跟革命的话 这个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目前人类 最需要依赖能源 大概是不外乎是这几个石油 石油我想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目前每天我们都没有办法 那个脱离石油的那个 那个那个 需求 那我们知道每一公升的石油呢 可以释放出非常大的能量出来 而且我们石油呢 是一个很多工业发产品的一些 最重要的基本原料 那第二个是电能 我想我们目前来讲 电能是每一个人都需求 包括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办公室里 坐在这个演讲厅里面 我们吹的冷气 电灯 还有我们那个电视录影等等 都是需要我们的电能来去供应 我们才能做到我们今天的生活 好 那我们看看 过去曾经很多次发生这个能源争夺 在1941年呢 日本因为石油短缺 跟美国发生这个太平洋战争 这是所谓二次大战的那个时候 那目前我们都也晓得说 我们这个石油的存量呢 目前在全世界的能源来讲 已经是可见的未来呢 可能会慢慢的没有了 那以现在的发展来讲呢 有人预估全球的石油能量呢 存量呢可能只能供应 未来40年到50年 如果工业在过度发展的话 可能这个时间会更缩短 那所以这个为了抢这个石油呢 大家都想尽办法 甚至不择手段 最近呢我想我们最热门的话题就是 那个钓鱼台 钓鱼台本身是几个小岛 上面看起来没什么资源 可是地下资源呢相当丰富 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抢那几个岛 就是看中它地下的石油资源 这个石油资源呢 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是相当重要的 那另外呢也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呢 德国也是因为去抢夺这个石油的资源 跟俄国发生这个战争 这些都是为了抢夺资源产生的一些冲突 那最近一次呢就是90年左右的时间呢 也是因为石油产量的问题 运输问题 美国跟伊拉克发生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冲突 这是我们的波斯万战争 这个后来是演变的非常激烈 非常激烈 也引起全世界的恐慌 那除了石油跟这个电能以外的话 那我们用电能的话 有很多很多不同方式来去产生这个电能 那目前我们比较最重要的几个电能产生的来源就是 火力发电 是我们目前在国内来讲的 火力发电还是占我们所需电能供应量的相当大的一个比例 大概要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是靠火力发电 可是我们知道火力发电呢需要用到原料 这是那个石油 石油的话产生出来呢很多 还有很多后遗症污染啊空气污染啊造成很多其他的问题出现 这个也是它影响的一部分 那另外一个是核能发电 核能发电我们知道说利用核分裂的那个能量呢来使那个水蒸气推动涡轮机呢发电 这个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原料就可以产生非常大的那个电能出来 这个是如果是以能量以这个有效来看的话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发电的方式 可是我们也知道说核能发电呢也会造成很多其他的一些问题出来 那所以目前来讲呢我们国内是火力发电 核能发电还有部分的水力发电 水力发电是比较最干净能源 比较没有后遗症 可是因为它的能够产生的电能呢 这个跟这两个比起来是相对来讲是很少的 相对比较少 核能发电产生后遗症 我想大家都知道 在二十几年前呢最严重一次就是在乌克兰的 圈罗比尔发电厂产生这个问题 那引起全世界的恐慌 核能发电很爆炸 那这个是历史上目前最大规模的核灾 那史上任数呢都目前大概都没有一个正确的统计资料 反正知道大致是很严重 因为这个问题而产生全世界对核能发电重新的一个评估 另外最近一次是在去年 去年三月份在日本福岛那个地方 它核能发电厂本身没有问题 是因为产生九级的 瑞士低人九级的大地震引起海啸 来使到核能发电厂产生那个问题 那这样来讲的话 那在对这个核能发电呢 也会产生一种恐慌 那这个呢发了很大很大时间呢 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修复 最近呢也把它副厂来去重新发电 因为这样子一个问题呢 日本的群众对于这个福岛核能发电厂的重新启用呢 也引起很大的一个抗争 这个是今年的6月29号呢 在东京那边呢 高达有十几万的人去反对 重新启动这个核能发电厂 虽然这个核能发电我们都知道说 效率非常高 可是它的后遗症万一发生相当大 那事实上来讲呢 核能安全到目前的科技来讲 已经做得相当相当的好 基本上来讲是 比任何发电其他发电方式呢 的安全都做得非常的好 可是其他的问题 如果说有意外发生 影响层面没那么大 可是核电厂一旦意外发生 影响层面很大 所以大家会比较重视这个问题 就像我们这个交通工具来讲 飞机 大家看到好像飞机很不安全 事实上从交通事故统计来讲呢 飞机是一个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从飞航的无论是飞航的里程 飞航的次数发生意外的比例是非常非常低 那一般来讲在路上汽车或者火车等等 发生意外的频率远远高于飞机 可是飞机一旦发生意外的话 这个灾难是非常严重 所以就算它发生灾难的情形 比例非常低 可是呢 它的安全性还是受到大家非常的重视 就像核能发电一样 它安全性可以说是相当高 可是万分之一 百万分之一的那个问题出现的话 会引起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大家重视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国内也是一样 我们国内呢 也有很多民众呢 反对这个核电厂的设立等等 也引起很多街头的冲突 政策的冲突等等都相当的严重 那在也是一样 在法国也是引起 法国我们都知道说 法国是用核能发电相当大的一个国家 那目前他们的民众呢 对这方面也重新评估 对这方面的疑虑也相当的高 所以也产生很多冲突跟抗议的事件 抗议的事件 好那我们看看 看到那个能源的问题 我们过去因为争夺能源 而产生这些冲突的话 屡见不鲜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 能够解决问题呢 我们可以从一些新能源的角度来去发展 那目前我们比较熟悉的 就是刚刚有提到说 佛力发电 核能发电 水力发电 还有石油等等 这些是我们比较过去熟知的一些能源基本的资源 那如果我们光靠这些资源呢 将来一定会 用尽 用尽以后呢 所以大家会争取这个资源呢 会很多冲突会发生 那要解决问题 我们就是要发展新能源的方式来处理 那新能源的那个方法呢 相当相当多 以下呢就是就我所知 把最近还有未来可能发展新能源的方式呢 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那我们从1970的年代开始 我们那时候已经有人重视新能源的开发 从那时候呢 以平均成长率2%到3%的成长呢 每年每年去成长我们新能源的开发 新能源大概就是这几个是目前大家比较熟悉的 风力发电 风能 太阳能 地热能 这些呢是早期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些能源 那目前呢已经慢慢呢 这些因为才70年代呢已经开发 所以目前这些技术呢慢慢已经成熟 已经真正可以落实使用 那早期呢就苏联中东东欧地方呢 会产生利用这个再生能源的供给 水力发电当然是一个比较 比较老的能源 可是水力发电呢是一个比较干净的能源 那在中国地方最近这几年呢 对于这个新能源开发是相当积极 目前呢中国已经算是一个新能源的大国 它的能源的那个产生量 不输欧美国家 不输欧美国家 可是呢早期呢这是欧美国家 先研究这个新能源的发展 那发电部分呢 水力发电我刚提过说 还是那个 一部分 那对风能太阳能跟潮汐发电 波浪发电等等呢 过去几年 差不多每年都以倍数来成长 因为这些呢目前可以取代一些 我们传统那个能源资源的一些部分 我们下期待的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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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涡的勇气不再见 祈求彼岸有几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